亲爱的爸爸妈妈和宝贝们 晚安 和天父说说话 我们先来看真言里告诉我们 天父的智慧是多么的宝贵 真言八章十到十二节这样说 你们当受我的教训 不受白银 您得知识胜过黄金 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 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 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 又寻得知识和谋略 天父的话比黄金珍珠更宝贵 因为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 天父的话就是智慧能救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假如我们拥有金银珠宝却缺乏智慧 我们的人生尽头仍会是苍白空洞的 感谢天父 你已经使我们的生命改观了 拥有你就拥有智慧 因为天父就是智慧 天父 我和我的宝贝要在每个日子里选择与你同行 请帮助我们了解你对我们人生的打算 免得我们淹没在世界的标准里 而陷入焦虑当中 亲爱的天父 我们也要欢喜期待 你透过我们生活中的世界 来塑造独特的我们 我们相信在天父手中都是上好的 没有次好的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